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是 提升50%录取的关键因素 首先第一个叫做精算分数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什么意思 我们在讲精算分数的时候 其实讲的是 你必须要把你每一个科目 打算要考几分 你可以参考你上一次的成绩单 你要去精算你每一个考科 你应该要考多少分 最后会离上榜的分数很接近 或者当年刚考取的人的榜单 拿来做对照 然后参照你过往的成绩 去定出你每一科具体要考的分数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精算分数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掌握初题的什么趋势 什么意思 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动作 我把十年内每一个考科的考古题 都翻出来对照 不只是只有找高普考的 我还找出所有相关的类组 只要有考到这个考古题的 我全部都把它抓出来 这边讲的是深润题的部分 找出来之后我去分析 它在每一个单元出题的量有多少 这样我就知道我要把我的力量放在哪一个地方比较多 除此之外你还要去分析 它讨出来的题目不会都是最困难的 也不会是最简单的 它一定会从难的跟困难的之间呢 取出一个平衡 所以你要去掌握初题的趋势 你要去看历年的考古题的实际状况 那我不建议你像我当年去把所有的题目都找出来这么费事 你其实你只要去看就可以了 用看的去感觉一下 稍微做一点点统计 你大概知道说大部分的题目都是把重点出在哪几个单元 那当年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 例如说有修法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态 例如说疫情的时候跟疫情有关的这种考试的科目 它的出题率就会特别的多 第三个叫做什么 字体与架构为什么需要你去练习胜润体 有时候字体才是你练习的核心 内容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它调整到最佳 但是字体跟架构也就是格式 这个部分真的要看你有没有把这种格式内化到你的脑海里 你知道这一个题目问了你几个问号 知道你这个题目应该要怎么样架构去分点 知道怎么样标号 要知道怎么样把字体对整齐 注意我讲的是对整齐 不是美丑的问题 写字的美丑我们很难在半年一年就轻易改变它 但是我们可以轻易改变的是如何对齐 你要有一个方案去对齐它 我在这边不做多说 因为我在其他节目已经有说过怎么样去对齐的方法了 如果你有兴趣应该要去找我深润体的那个节目仔细看一下 所以我继续讲字体跟架构的这个概念 是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就可以处理的东西 不是一个高深的技巧 所以我希望说你可以好好的去注意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四个 叫做专注时事看官方网站 好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有很多考课 其实它是紧跟时事 例如说会修法 例如我刚刚有提到的疫情或者是政策的大方向的修正 例如说最近有这个学费要减免的相关的事情 那你可能考相关类科的你就要小心它可能会出题 那你要去看政府跟你的考课有关的官方网站 一定要去仔细的去翻找它在一年内的这些政策重要的观点 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抓到今年刚好有修法 你等于已经拆题帮你保送25分了你知道吗 因为政府都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修法的重点有标题有内容有标号有法条 你都已经有了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成为你的答案 所以只要有修法的完全就是送分题 而且在三年内一考再考 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做考试当天能够读完的笔记 再讲一次 做考试当天能够读完的笔记 什么意思 你在平常在读书的过程中你就要开始做笔记 而这些笔记都是为了考试当天为你服务的 不是做好玩的 不是做美观的 所以你的那个量你其实是要斟酌的 因为你做的这个考试的笔记 有些你是需要提前把它背起来 但是你在考场当天可能是复习备送 也可能是复习重点 你都要在30分钟左右能够复习完的量 这才是你做笔记的重点 你不觉得考试当天还要带厚厚的参考出去 是一个很没有效益的事情吗 你应该是一个准备好的考生 所以你准备好的东西应该就是一本一本的重点笔记 这些重点笔记就是要你在考场当天要复习 要备送你猜会考的题目 刚刚我已经陆续告诉你的五个增加你考取的机会的五个方法 这五个方法都是非常的重要 有些是我浓缩在网路上大家讲的一些精华点 有些是我实际自己个人的体验 还有服务学员的学习互相交学相长的一个经验 有些你可能或许在考试临近前还可以再补救 有些可能你不是马上就可以应用到的方法 但是都希望你可以把这五个重点放在你的心上 在未来你准备考试的时候把它用上去 我是夜老祝你考上公务员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